不要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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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新主 星期日晚在旺角 警方要求記者蹲下 搜查隨身物品 有記者中了胡椒噴霧 不可以即時清洗 關掉它 抱歉 開了很久了 就關掉了 拔掉電線 不好意思 拔掉了 警員不讓記者拍攝 更加拔掉器材的電池 記協批評警方是沒有差別截查記者 警務署署長鄧炳強 星期一晚發信給四個新聞組織 為越來越多人 穿起黃背心如木混珠 去到第二天 他就說會檢討 警員應該可以更專業 看看有幾個場景都是不理想的 例如有些記者朋友被噴射噴霧 或者有些媒體同事可能要蹲下 我覺得這些情況都是不理想的 我詳細了解究竟 我們應該如何可以改善這個情況 警隊任何的問題 當然都是我個人的問題 我們全部一來情單 都給予所有的問題 鄧炳強說 下個星期約了多個傳媒協會 談一下警方和記者接觸的時候 可以怎樣協調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亦都希望新聞界和警隊 可以開心見城坐下談 這間特別是示威活動 有暴亂可能的傾向活動的時候 出現了的所謂學生記者 兒童記者 義務記者 銀發記者 你怎麼可能一個十二歲 大家想想 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 怎麼可能在那種場面 能夠處理到一個複雜多變的情況 那為什麼會有人 仍然是認為這些小朋友的記者 可以走去現場做記者的採訪工作呢 有線電視記者 郭榮 任務道